我們繼續上個禮拜Excel的證照部分 網址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GG.gg Digit to Exit 所以你們就是到這個網址把它輸入上去 裡面一樣 在這邊找到第一個 我們期中考以前 做有關Excel的練習 題目部分可以下載下來 或者說你不下載的話,你其實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我習慣的,不然的話你就是把它 應該是從這邊打開之後,它被蓋住,所以這邊有三點 你可以在新視窗開啟 它也可以直接 多一個瀏覽器,你可以 多一個頁面,你可以直接這樣觀看 但這樣其實有點不是很方便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你乾脆用手機開,一樣可以開這個檔 比如說你一邊練習 你要看題目的話不方便 像我們上個禮拜是做102這一題 我們做的需求是 這邊1到8全部做完 存檔的話就存兩個檔 一個是102A Excel 一個是102A ODS 不過這個ODS好像有些效果會不見 這是正常的 今天的話再來我們要看104 請各位待會先做一件事 1先把這個開啟來 2的話了解一下 他這邊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題目說明這個 看一下 然後 開啟的檔案在哪裡呢 一樣在雲端上 雲端在哪裡呢 雲端這邊有沒有 練習檔 我上禮拜講過你可以把它下載 解壓縮 下載解壓縮之後的話 然後開啟哪一個檔 102 不是104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檔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他要做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底下 第一個 瞭解這個題目裡面 他給我們什麼 1234 四個東西 裡面的話 第一個是學員的基本資料 所以其實這個有點像模擬一個補習班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補習班的行政人員 或是裡面的工作人員好了 那可能你們老闆希望 希望你做出什麼東西來 統計一下 就是說哪一個課程 到底哪些人修過 就是哪些人上過這些課程 所以他會給你一些問題 模擬 模擬什麼呢 第一個 他說呢 你們老闆可能跟你講 請你幫我把學號 這個欄位 搬到A欄 OK 所以你就是第一步 先把學號 學號本來在D欄 他希望做什麼呢 把這個 D欄 把它搬到 姓名的前面 OK 第一步 不過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們 處理這種資料 建議 一定要 把學號放在第一欄 為什麼 因為 學號 通常是你的編號 也就是說你是唯一的資料 不會重複的 也就是說 一般的資料裡面 第一欄 通常是 不會跟別人重複的一個編號 比如說你的學號 學號一定不會有人跟你一樣 如果有人跟你一樣 那就麻煩了 譬如說 某一個人成績被降掉 結果算你的 不OK 另外像你的身份證字號也是唯一的 也絕對不會跟別人重複 所以通常會放在第一欄 那可是問題 要怎麼把它搬過去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要 如何把 學號搬過去 那第二欄 第二個就是年齡 他還有提示 你會不會用這兩個函數 Dedif跟today 計算 年齡 格式的話要是幾歲 OK 他有提示Dedif怎麼用 OK 也就是說 他的生日知道了 但是他幾歲 那你總不可能說 他是1968 然後今年是 2019 然後你用計算機在那邊慢慢敲 天啊 那你這樣子可能下班前都做不完 所以你需要 學會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Dedif 一個函數叫today 但是要怎麼做 所以你說這種工作上你這都不會的話 說真的你根本 不太可能很easy的工作了 但如果你這些都會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沒什麼 但這些會不會遇到 絕對會 除非你不到辦公室裡面有 因為辦公室裡面目前 用到的機率最高的軟體 就哪一個 就eSale 對 說真的 而且eSale這個軟體還蠻特殊的 就是你假如 電腦沒有裝這個軟體 你要用別的軟體取代它 還是很困難 你用弱的可不可以取代它 沒辦法 你用POPPO 完全不行 還沒有別的可以 幾乎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軟體其實重要性非常高 大家知道一下 怎麼算年齡 這個第二個問題 那再來 底下還有 分別就是把這些 格式算幾歲 然後這些 總共它要求有 四個問題要把它做完 那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的104題 請各位先稍微把題目看一下 然後把這個檔案開起來 然後試著做做看 不會沒關係 待會呢 我會把這個細節部分 再跟各位做說明 畫面先反給各位一下 其實這些題目主要的用意 就是希望 你以後你 如果你將來上班了 第一個 老闆給你的工作你要很快做完 這必要的 因為你的薪資跟你效率應該成正比 為什麼人家薪水領得高 他效率超高的 兩下給他的東西馬上都做完 老闆覺得這個 這個員工一個人可以抵10個人用 那我給他兩倍薪水應該 划算 一個人都可以抵10個人用 那我給兩倍 等於老闆覺得我還賺到 但如果說他請了一個人 他的效率呢 可能比一個人的效率還 不如 他又覺得說 而且老闆還要親自下來教你 我看你可能每天都會被 盯 盯在牆壁上 可能 不回過了 OK 而且現在很多業主 像我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說 那我今天把你教會 哪一天你又離開了 那你下一次再來一個 然後我又把你另外教會 你又離開了 那我不是什麼 職業訓練中心嗎 當然他不要啊 他一定是怎麼樣 你要來之前你要先會了啦 而不要等到 就是說你進來之後 你才要來學習 而且他面試 現在很多面試之前 他會先丟一個題目給你 比如說直接把這一題丟給你 然後呢 題目也丟給你 然後叫你做做看 你做OK了 那你就面試 你不OK的話 那就沒有後面了 OK所以其實 現在我覺得有這種趨勢 假如說你希望 能夠得到一個 相對你的薪資水準 不要太差的 那你要先衡量說 你有沒有 相對應的專業技能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我覺得 專業技能跟你薪水應該還是成正比的 這個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不可能說有一個工作 什麼都不要會 然後呢薪水又非常的高 有這種工作嗎 有啦 網路上 但是進去可能 會是 像現在還蠻多什麼 車 或者 車手 反正就不是很OK的啦 OK 那你就要知道說那個絕對是有問題的 常常我看到那個網路 常常會說什麼 免經驗 然後 你只需要什麼 把你的什麼人脈 還是什麼什麼 其實好像就是 類似傳直銷之類的吧 OK 你說得很好聽 可能 但我覺得那些東西能不能賺到錢 也許有可能 但是金字塔的頂端 那如果說你想要比較踏實的 穩定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比較切實際的 真的是靠真本事 這個其實就是你有努力多少 你就會有多少回報 OK 試一下